在广州市区徒步是一种什么体验 大家好我是炒蛋 一个普普通通的户外装备爱好者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去户外耍一下 但由于最近广州疫情和天气的反复横跳 我已经待在公寓里待了一个多星期了 人都废了 因此我决定在我完全成为一名废物之前 趁着未来十天里难得的停雨期 去走一下广州经典的徒步路线之一 火凤县 火凤县整条路线都在广州市区内 以位于广州天河区的火炉山森林公园为起点 穿越上涂屋 最后结束于龙洞凤凰山 这条穿越路线全长约十公里 是广州经典的入门级徒步路线之一 今天虽然还是没有太阳 但至少没有下雨 吸取了上次在江门徒步的惨烈经验 这次我老老实实穿回了 祖川的狗山和Patagonia的户外短裤 再加上两瓶药膏 防纹防虫保持散热 同时这次我还多了一件强力辅助 就是这块专为户外运动打造的卫星手表 北斗手表 真的吗你不要被骗了 我前段时间看有一个是北斗导航 你看它上面写的是3D卫星 高清地图 但是这个就是假的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 这只手表在生产照上是成都天澳店走 成都天澳店 它整个是国内专业做食品的大佬 我先把这次我们导航的轨迹下来 不然等一下咱们在野湾一路就打扔了 在将所有东西准备充足之后 咱们便正式开始了今天的早茶 现在是早上的10点多 但广州酒家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虾脚搏撑萝博膏 呃 吃饱了 现在已经是11点半了快了 不说是徒步 人家可能有了我们是饭后散步 我先定个位 各位看到上面这五个格没有 如果它满格就代表 这个手表它可以接收到 大于12克北斗卫星的信号 你看那个定位信息就有 海拔27米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开始 进行一个徒步越野 开始 定位成功 走吧 还没开始就已经累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火风现在广州的徒步路线中 属于是简单并且十分成熟的一条路线 包括沿途都有非常清晰的地图指示 进入火炉山之后需要沿着环山公路 大概走20分钟左右 沿途还看到了一只白猴红豚杯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问就是百度 累计爬升122米 那很快 垃圾 到时候人家一看你的数据 把垃圾打在公屏上 穿着一堆装备 结果他妈散步 翻后散步 沿着公路走到山腰之后 按照轨迹导航会拐进一条野路 这条野路也是火炉山登顶的捷径 基本上就是直直的向上 爬升100多米之山顶 有点坡路 但落脚的地方很多 所以完全没有难度 沿途还有户外急救箱 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 下海拔多少 两百七十四 快了 还差五十多米 还行 今天没有很累 对 因为我们才刚开始 走了十分之一都不知道怎么办 哈哈哈 你看那石头 好恐怖 然后在地盘盘盘盘 快上来了 快上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滚下去了 那我也没有这么偷没法 很难受 到顶了 海拔309米 有那个萝卜河漠 黄麻辣鸡 走吧 下山了 对于刚刚接触户外的朋友来说 尤其当去过一两只川西或者西藏 还有新疆之类的地方 很容易就会忽略了 自己城市里面的一些入门及突破路线 这里的风景跟雨崩肯定是没得比的 毕竟雨崩那里 你动辄一看那个海拔就3000多 我们这里顶多三顶也才300多 所以在雨崩那里 你是看着那个雪船在爬 你会有一种震撼感 但是这里 你看大概一样 所以我们走这一趟呢 顶多也就算是一种拉链 毕竟我们上一次你看 上一次地产大横走那个神铺的时候 走到后面整个人都呆了 就已经走不下去了快 所以冰湖我们也没走完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在自己城市里面 没有多走走这些路的话 那下次我们可能去西藏啊 那也许会超过更多的美景 现在的心率是多少 快0到110 也还好 这一个正常水平 走吧 继续锻炼 好冰啊 哇 而且真的 这里有一点跟冰湖 还有神铺那些没得比 就是 如果你去爬那些地方 真的前不早春 后不早点 你想买点东西 或早点补提的 非常的难 但你看这里 这种拉链 随时随地都有补提 我们 不仅可以洗个头 洗个脸 喝口水 而且还可以 还可以吃顿沙线小吃 我觉得我们实锤了饭后三步这个活动 涂铺涂到一半像黄子未曾设想过的道理 因为在通过火炉山之后 进入凤凰山之前需要经过上涂铺 这里有你所需要的一切补给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保存点啊 于是在吃饱喝足修整完之后 我们便重新出发向凤凰山山顶前进 只有穿这种树干的衣服之后 才发现 原来这里 原来这么爬 以后起码每两周就要来 爬一次山 为日后 经西藏做准备 我想转山 反正现在好像在发生 以前大梦 现在身体数字来说 转山 无疑是自寻死路 对 一定要多练 走完尼泊 跟着就是 楼梯 最恶心的楼梯 爬山最讨厌就是爬楼梯 我跟你说这个表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纳秒级的卫星售食 这里就有个卫星售食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卫星售食 每一格也是代表它能收到的一个卫星的信号 你看非常的快 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呢 就从我们天上的北斗三号卫星系统 换回来的一个时间讯号 非常的准确 在干嘛 跟火炉山相比 凤凰山就显得野趣的多了 大部分都是非铺庄路 花草树木也比火炉山要茂密 但谁热来的这是 怪他叫他装壁的那些厉害 厉害一半也不厉害 蚊虫也会更加嚣张 蚯蚓啊耶 好肥 好肥 躲了一条蛇 他以为我看不见它 但我也不敢动它 算了 这我不知道叫什么 因为知道我可以打着弹幕 然后要问亮哥才知道 呜呜呜呜呜 刚刚那个电单车大哥他冲不上来 因为他后轮完全吃泥了 这些浪漫里面 天几天就一直在下雨嘛 所以那些浪漫就非常的湿滑 没办法 然后他现在又远路返回了 厚尔兰开了 那条应该是广河高速吧 那种感觉非常神奇 因为平时我也走广河高速 但是我从来没有留意过 原来广河高速上面是这个样子的 不错 在第一段爬升之后 接着背后沿着山脊 向凤凰山山山顶前进 途中会有几只上下坡 使得整条火凤线累计爬升 也有八百多米 然后快到山顶的时候 发现越野摩托大哥也冲了上来了 不得不说 他的摩托真的好帅啊 用时四个小时 差不多五个小时 啊 试一下 终于下来了 我靠 刚刚走了整整 差不多快一个小时的楼梯 下山我膝盖 快飞了我靠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潮单本次 关于在广州市区里 徒步的全部分享 火凤线加上头尾 全程十公里 耗时四到五个小时 对于不常运动的朋友来说 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运动量 在大自然的环境里 也可以大大舒缓 逆周工作之后 精神上的疲惫 如果恰好你也在广州 那么下个周末 就赶紧安排起来吧 感谢观看